今年的520比较特殊 也是中国的节气小满 人生小满胜万全 我俩已经出去约份 五六次了他连手都不敢拉我一下 大胆地追求自己的幸福吧 喜欢就表达 今天是5月20号 根据北京市民政局统计 今天全市结婚登记 共有3231对新人预约 5月21日的预约量也突破了3000对 520 521与我爱你发音相似 且寓意美好 备受新人喜爱 在我身后的北京市东城区域 婚姻登记15中心的服务台 今天一早就排起了长队 平常我们是9点正式对外办公 今天为了满足登记人的需求 我们提前到8点半 就开门对外工作了 中午的话我们也会采取 轮流休息的方式 不间断地为当事人提供登记 今年的520比较特殊 也是中国的节气小满 是的 对然后我比较喜欢那一季 就是人生小满胜万全 对然后我们就选择了今天 人生嘛就是小满就好了 就最好的状态了 也不求说是多么完美 就小满最好 今年这个520对应的是农历的一三 就是正好对应的那个一生一世 提前半个月 我们卡着那个时间念预约 晚上12点之后 然后卡着那个点预约的 5点多就起来了 对 冯太远赶过来的 一下火车就赶紧打车来这里了 给心爱的人买了一个小礼物 买了一个玉琢 这个花是我们自己在店里去选的 这一共是33朵花 三生三世 我先生他订了闹铃 然后没有开 然后我们差一点就睡过了 所以就其实也没有准备 喜欢就去追就行了 就是我的建议 我都说不用他搬家了 他自己星期日早上七点钟出门 到我家也就八九点到门口了 就是很明显很积极 完之后非要学我吃饭 就到现在 真诚吧 真诚比较重要 我们出门啊什么的 我什么都不用管 就也不用带脑子 就带上自己就行了 就谈恋爱这个东西吧 有时候也靠感觉的 其实我以前是个严控 然后遇到了我先生之后 就也不严控了 都出去玩 都出去社交 我俩已经出去约分 五六次了 他连手都不敢拉我一下 大胆地追求自己的幸福吧 喜欢就表达